台大教授狂追蔡英文博士论文时 意外调出这份资料 民国72年5月 亲府会正式行文政大 说蔡英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会回国 请政大优先研览 直接推荐蔡英文到政大教书 蔡英文也很顺利就当了副教授 但当时总统是蒋经国 副总统是李登辉 戒严时代的亲府会直接交办政大用人 蔡英文怎么会有这特权 我所了解的蔡英文的爸爸 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孤政府 连战曾经亲口跟我证实一件事情 就是孤政府带着蔡英文去找李登辉 然后又李登辉来安排工作 李登辉就请连战来办理 所以孤政府又带着蔡英文去见过连战 当时蔡英文可以说是 孤政府跟国民党一手扶植起来的 戒严时代亲府会委员全都是各部会部长 蔡英文当时背景强硬 政府直接行文交办帮他安排工作 资深政治人物更说 当时蔡英文的父亲和国民党有非比寻常的关系 他父亲跟国民党关系很好 当时有论吗 你也知道那个土地的产权的问题 军方的一块底变成蔡英文他们家的产业 这中间大概有很不错的党政的关系才行 评论同乡会的设立 当然一定是党政关系也非常好 蔡英文一读完书就能直接进政大教书 靠着孤政府李登辉提拔的强硬背景 一路平步青云 国民党恐怕做梦也没想到 又朝一日蔡英文当了总统之后 将国民党抄家清算 党产归零的叶世达 记者叶伟林 陈宇荣 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才要开启小铃铛哦